11月27日晚间 易能静在为女童事件发生 这次她不是表达自己的愤怒 而是告诫家长 一旦遇到此类恶性事件 该如何做才能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她表示家长们首先应该找一所大医院 为孩子做身体检查 并且留下检查记录 除了身体外部 也包括血液药物抽查 其次家长在事发之后 不要急着逼问孩子 可以寻求儿童心理辅导师协助 最后家长寻求律师协助维权 应该提供证据 包括身体检查报告 不要只靠猜想 然后如果证据处实 应该由律师陪同报警立案 同时易能静还喊话不法分子称 如果你还在伤害孩子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请你及时停止